然后再继续来 第二种定义 就是进行圈圈板的定义 刚刚的是起点跟终点一样的 Path那个时候的定义 那现在我们来看圈圈板定义 所以今天又来了 有两条曲线 两条绕圈圈的曲线 Closed Path 它的定义域是01 直域是我们要求的范围 Omega 这个当然是一个region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两条曲线都是Closed Path 那我们说 Gamma 0它是Homotopic to Gamma 1 那当然我们就会写成Gamma 0 Homotopic to Gamma 1 就这样 我们说什么时候它是Homotopic 前期中是可以连续拉过去就这样子 一样 当然是Related to Omega 这是当然要的 如果存在一个连续函数 你会发现后面简直是一模一样 H 定义域是01 直域是01 这个就是我们可爱的Q 不是定义是01 直域是很错 而定义域是01 迪卡尔的成绩 01跟01的迪卡尔的成绩 这个就是我们的Q 那直域是Omega 就这样 然后有以下的条件 大家可以开始想要有什么条件 首先第一件事情 再一次 再一次如果忘记的话 心中可以想象一下 这跟我们前面的是一样的 这个H的前面就是它的时间点T 后面的就是S第几条曲线 就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的H的长相 前面是时间 后面的S是代表第几条曲线 所以S固定的话 它就是某一条的Path 简单 好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想看 这需要有什么条件 这跟之前不一样 这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是 现在是Closed Path 起点跟终点都不用一样 它自己的起点跟终点要一样 没错 但是别的别的 这一个起点跟终点不用一样 就是Gamma0跟Gamma1 不用有同样的起点跟终点 就这样 好 所以这个是两条 我们要说它是Homotopic的话 什么时候呢 就是有H可以连续拉过去 所以呢 首先呢 D0条曲线 所以后面的是0 前面的是T D0条曲线 当然就是Gamma0废话 这当然对每一个T都对好 然后第一条曲线 当然就是Gamma1 这跟以前一样 然后T是从0到1 T是0到1就这样 这两个条件是这个 范围是这个 好 这个第一件事情 再来呢 再来呢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对于任何的 任何的那个曲线 Path 任意的Path 起点跟终点 自己的起点跟终点要一样 Close嘛 所以要怎么表示 来想一想怎么表示 每一个Path 就是每一个S 那一个Path DS个Path DS个Path 的写法是这样 DS个Path 起点就是0 带0进去的时候 DS个Path 带1进去的时候 要一样 就这样 好 这对每一个S都要对 就每一条曲线 它都是要ClosePath 就这样 如果是 如果是封闭曲线版的话 就大家都要封闭 突然拉一拉 突然打开了 又把它合并起来 不行 就大家都要是封闭的样子 后面就要说一样的话了 再来像后面就要说一样的话 就是Such Map H 是叫做 一个Homotopy 这个H本身是这样子 然后或是再一次又一样 Continuous Deformation 好就这样子 所以跟前面后面就是一样了 名称是一样的 这样子第二行 第三行 第三行其实很简单 还好 我们现在只要求是ClosePath ClosePath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一个Path 它是一个路径 只是起点跟重点一样 那今天如果有一个ClosePath 就是比方说 如果Gamma1 它是一个ClosePath T 就起点跟重点一样 事实上不止起点跟重点一样 它每一个点都答案都是一样 都是Z0 那这样有没有起点跟重点一样 废话当然有 所以它是不是ClosePath 是起点跟重点一样 就这样 所以就T大1等于0 小1等于1 就这样 好 都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子的话 它就是一个点废话 不知道怎么说了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 要符合刚刚上面的那些条件 要符合上面的刚刚条件的话 那就是说Gamma0 它是Homotopic to a point 那当然在我们的例子就是Z0 以后会发现 其实这个G0也是水壁 不一定要G0 里面的那些点全部都可以选 反正就是Homotopic 到一个点上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是 其实是这个 两个封闭曲线的Homotopic的特例 就这样 好 那我们要看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就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的Homotopic 就是呢 如果呢 Gamma0 它是Homotopic 可以连续的拉到Gamma1 那跟Gamma1 可不可以推到 Gamma1可以连续的拉到Gamma0 请问可以还是不可以 连续哦 可以不可以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就再一次就想一条绳子 绳子不是很精确啊 黏土弄出来的 弄出来的 长长的 比较有弹性的 我们不能随便捏断哦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揉 反正不能捏断 你不能把它捏成一坨 可以捏成一坨 慢慢的把它弄成一坨可以 就变成一个点可以 就这样 所以呢 Homotopic 是从Gamma0呢 拉到Gamma1 如果是真的是Homotopic2 Gamma1的话 那就跟Gamma1 就可以推到Gamma1 是Homotopic2 Gamma0 基本上把那个H 的某一些东西反过来写就好 对 就是你本来 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稍微的说一下 这个 这个真的要证明 其实也不是很难的 因为 你看到Gamma0在这边 Gamma1在这边 我因为可以连续拉过来 一直说 有一条 中间都有曲线 叫做GammaS 对不对 我们说过 中间有一个GammaS GammaS GammaS 这样可以 所以可以从Gamma0拉到Gamma1 然后呢 那我要从Gamma1拉到Gamma0 就把GammaS这个顺序重排 最前面到最后面 最后面到最前面 然后当然就可以连续拉回到Gamma0 这样可以吧 可以好 所以说 从一边拉到另外一边的话就可以 从一边拉到一边 就可以从另外一边拉回来 原来的那一条曲线 所以 所以说 他们是相互的 要说的话就是他们是交互的 所以我们常常就会说 Gamma0跟Gamma1是Homotopic 就他们两个 不管谁 从谁到谁都可以 这样 那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写出 这个符号 就是Gamma0 跟Gamma1是Homotopic 然后就这样子 我们现在要准备要看几个 欣赏几个例子 我们Homotopic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